使用Split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您的SmartValet应用程序是最新版本的 如果不是的话请立即更新 请打开手机的应用商店并在搜索栏中收入SmartValet 然后点击更新按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您的钱包必须处于激活状态才能接收奖励 您的余额中必须有Smart硬币您才能激活钱包 一枚硬币就能激活您的钱包 但是为了以后收到Split硬币 我们建议大家储备足够多的Smart硬币的数量 因为它们还需要用来执行Split合约 那么到此为止请确认您的应用程序是最新版本 而且您的余额中有Smart硬币 然后打开您的钱包 点击Split按钮 将打开一个窗口 其中包含有关您的余额和交易历史记录的详细信息 要参加Split硬币的分程 请点击您余额下方的Splitting按钮 请注意您的余额中必须有Smart硬币 您才能收到Split硬币 Smart硬币需要用来支付Split合约的执行费用 如果您没有足够数量的Smart硬币 系统会要求您充值 如果余额中有足够的硬币 将会打开一个窗口 其中将包含有关当前Split分程的信息 在打开的窗口中将显示以下信息 MySplits 您余额中Split硬币的数量 TotalSplit Splits 区块链中Split硬币的总数 DailyReward 每天在Split硬币持有者之间 分配的Ultima硬币的数量 CurrentBlock 显示区块链中当前的区块 FinalBlock 显示当前减半周期的最后一个区块 MyEstimated Reward 可以参与分程过程的所有Split硬币 而获得的奖励的近似值 请注意 如果您的钱包地址在不到24小时前收到硬币 那么您现在还不能领取奖励 要了解哪些硬币可以参与分程 请点击MySplits来转到Split Details部分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哪些硬币已经准备好接收奖励 而哪些还尚未准备好 当然您可以领取奖励 但奖励只会计入那些超过24小时的Split硬币中 同时领取奖励后 所有参与分程硬币的倒计时将被重置 在确保所有硬币已经可以领取以后 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箭头返回Splitting部分 然后点击Claim Reward按钮 向区块链发送奖励的请求 将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请注意您可能会收到Smart硬币的手续费通知 有可能会高达100枚Smart硬币 如果您余额中的Smart硬币不够 则由于缺乏Split合约所需要的能量 区块链可能无法满足您的奖励要求 因此我们建议您平时多存一些Smart硬币 好,您已确保您的钱包中有足够的Smart硬币 请选中确认您同意产品使用条款的复选框 然后点击Conform按钮 成功了,您已成功领取奖励 您现在要做的是点击OK按钮 然后会打开Ultima硬币的窗口 然后您就能看到您的奖励了 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要提醒您注意使用该产品时 应该了解的一些规则 第一点,任何提取Split硬币的操作 即使是千分之一 也会重置所有硬币的分层倒计时 如果您的钱包中有在不同时间收到的Split硬币 那么奖励也相应的将在不同的批次可以让您领取 Split硬币的最短寿命为24小时 因此如果您要领取奖励 但您的硬币尚未准备好 期限不足24小时 那么他们将与那些有资格获得奖励的硬币一起重置 别忘了每天参加分层活动 并领取奖励 祝你好运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请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将为您提供需要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